交易州人工島的公眾諮詢即將會在這個月底結束 環保團體綠色和平 聯同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等學者和專家 再一次質疑政府低估造價和海平面上升的影響 令人工島有淹沒的危機 政府再度回應評論 而且對做與不做的立場相當強硬 其實我們做交易州人工島 究竟海岸線的設計應該是怎樣 我們都參考了聯合國有關氣候變化的專家組織 而他們的評估都是一般去到2100年 大家都不是叫我們不要去做這個項目 而是當我們再深化研究的時候 我們要做好 我們仍然希望今年之內 可以做好我們的環境評估研究 明年就要開始做一些詳細的工程設計 對於造價的估算希望是越來越精確的 到時我們都會再跟社會交代 至於即時市況方面 樓價反彈四個星期之後就缺乏再升的動力 代理統計的二手樓價四年升之後回軟 按週日下跌0.19% 分區來計 除了九龍區按週升0.7%之外 其餘三區的樓價變動都不大 升跌幅介乎是0.1%至0.2% 按面積來劃分 主要是豪宅的大型單位上個星期急升2.5%之後 今個星期急採近2% 統計的代理就預期後市仍然都是向上 豪宅樓價波動 全印是交頭疏落 業主的叫價也都強硬 就好像在跑馬地的洛景園 只有兩個放盤那麼大把 有一個中層五房單位 實用二千八百多呎 叫價是接近一億三千九百萬來放售 到現在未曾減過價 全印為業主花了接近一千萬 是來有翻新單位和家電的 下方是怎樣的呢 去看看 全屋裝修新正雖然沒有雍容華貴的裝設 但簡單的日系風格 更添加的溫馨適合大家庭聚居 客廳由一組大窗視野遼闊 一望出去就知道單位矜貴之處 樓下一片翠綠山景 亦都可以遠眺為港外景 轉入室內整體空間都非常闊落 這個客廳都相當大 有超過850呎 我要由這一邊走到另一個角落 都要走超過20步 要住入大屋當然也不缺收納空間 穿過圓關 左右方的櫃都可以用來做鞋櫃 加上整面牆身都做了儲物櫃 這裡有道門通進去書房 這間房面積有大概170呎 和客廳同向 有大玻璃窗,採光很好 亦都齊備了書櫃和書桌 為了配合自己的需求 原業主在廳區都做了一些小手腳 這裡原本都是客廳的範圍 業主則在這邊更多了一間書房 關上門 即使外面有人在這裡聚餐 都不怕吵到一邊 鑒出來的書房有大概110呎 有一組小窗,亦都設有駁書櫃 小走廊接駁進去廚房 設有曲尺形的工作台面 亦都有另一個空間可以製作甜品 齊備家電 例如雙門雪櫃、焗爐、洗碗機等等 轉入處物室,這裡同時用來做洗衣房 亦都有洗手間和後門接駁升降機 走進走廊,才看到比較小的睡房 有大概150呎,已經設有衣櫃 相信可以放到山邊落床的大床 但就只有一組小窗 旁邊的睡房大多50呎左右 同樣都設有衣櫃 盛在有多一組窗,室內就更加光亮 主人房位於小睡房對面 同客廳同向 同時亦都有多一組窗 望向山景 這房間的尺寸都非常大 有大概300呎 由小走廊走到盡頭 整面牆身都是衣櫃 收納量非常充足 主人浴室是雙升盤設計 特別之處在於設有兩個淋浴間 而不切浴缸 適合長者居住 而旁邊的浴室布局差不多 但就只有一個淋浴間 代理就說放盤單位的叫價比高層 還要高出一乘六 原因就是可以交吉 亦都可以用公司形式轉讓 可以省下一些物業印花稅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這一區的業主的持貨能力很強 因為佔了六七成以上都已經是現貨 都沒有按揭在身上 另外就是市房 好那麼多成交多了 變成他們的心態都會好 所以價錢比較硬 樓上因為它是有租入在身上 相對你賣這麼大的房子 你看不到樓 就可能會有些客人卻步 所以它的價錢都是便宜一點點 還有我們現在這個 是可以做到公司股份轉讓的買賣 所以價錢高一點是相對合理的 生日月費 最新秀 開電視, 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